任佳伦来欢迎 哈喽佳伦你好 哈喽哈喽 诶 周祖 谢谢 诶 其实前不久刚刚见到佳伦 那今天其实来到直播间里面 先跟我们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任佳伦 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嗯 那今天你知道是阿威的第一次的天猫直播 嗯 也是第一次全球啊 可以说直播 很荣幸 对 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非常的荣幸 也很激动 也很高兴 对对对 非常的开心 我刚才想说 其实应该说前不久 准确来讲上个星期 我们俩在深圳整个面 在一次活动当中 对 然后那天的时候 其实你穿衣服的风格 可以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那天你穿的是一件 一套九红色的那个西服 然后还要用那个阿威的那个翻扣 就是那个作为一个憋针 对对对 胸针对吧 然后 我有注意到 我还注意到细节 就那天你穿的靴子 好像跟今天这张靴子 是一样的 对对对 我最近是真的是 迷上这个马丁靴 特别喜欢 这是RV出现的 产出了一个 最新的一个胶囊系列 对 然后我最中意的马丁靴 对 穿在脚上 我好像活动也穿 然后我来来回回 很多次的私下 包括去 街拍 街机场 对 就是因为太喜欢了 所以就尽可能的想 创造一些多的 穿它的机会 对 那天我真觉得就是 这两天 两场活动吧 怎么说形象不一样 那天我觉得说穿的西服 然后就会公子 今天也是 也是绅士 但是今天更随意一点点 随意休闲一点 放松一点 对 上次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的感觉 对 然后我想问一下 这个可能是很多 直播间的朋友 最想问你的问题 就是说 最近都在满街什么 最近最近在 不断地看新的剧本 因为下个月要进 进新的剧本拍戏了 对 所以一直在为新戏做准备 然后新歌也马上要跟大家见面 所以我内心也比较激动和期待 期待 在也没有太长的时间的 未来的一些日子里吧 就会跟大家见面 也是准备了很久 终于要发的新歌 所以就先跟大家卖个关子一下 让大家多多期待一下 对 其实我真的很有幸 还在现场看过那个 家人唱歌 很有爆发力 边唱边跳 所以这次是快歌还是慢歌 都有 都有 都有对吧 都有 这个大家可以 要做到都有 好 这个大家可以好好地期待一下 那我们知道 其实家人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 正式成为Logiavier的品牌单言人 我想问一下 就这个身份对于你来讲 有什么样特别的感受 对 就觉得非常荣幸 我一直觉得RV的产品 都像一件艺术品 对 然后我觉得像RV 它非常的奢华 精致 精致 法师浪漫 优扬 而且低调 这都是我非常喜欢 对 所以就非常的开心 其实说实话 我因为跟RV真的是 很多年的老朋友 那我可以说 在家人身上 跟RV的身上 包括说精神方面 我发现有很多的符合的地方 因为其实我采访过家人几次 包括说你的拍戏 我也都在看 那我知道你其实 维伦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比如说你这个剧本 你都不知道 其实我又说跟他对台词 就是他会认真到说 Linda这件事情 它是不是真实性的了 那这样说 跟我性格不搭 是我觉得你剧本的时候 也是这么磨角色 剧本肯定是要立住这个人物 对 可能一个人物突然间说 他是一个害羞的人 对 猛的突然一瞬间 然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突然又回到了害羞 突然因为这件事情 你觉得他不能这样做 他突然又这样做了 对 立不住一个人物 对 如果在拍戏的时候 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让我立住一个物 对 然后再慢慢的发展其他的 对 所以从这一点我可以看得出 他就是一个精益求精 所以这么多年 怎么说 这几年你的这些戏 每一步都大火 也是有原因的 谢谢 对 那这个其实跟我们阿威是一样的 你知道我们其实讲到 刚才说到阿威 从第一双的这个方扣鞋开始 到钻扣 到后面的切尔西鞋 我刚才说小白鞋也好 或者说热腹鞋也好 我们其实每一个小小的一个钻扣 或者说每一个我们产品的一个升级 背后都是很多的这些匠人 包括设计师 就是无数日夜在付出 你知道其实他每一双鞋 包括说他这个钻扣大小 怎么摆放 前面后面 包括说这个鞋子穿起来 他的鞋底厚度 他穿起来就 因为阿威的每双鞋 是真的根据人体工程学去研究的 所以就很多女生会说 为什么这么爱 我也爱了阿威的鞋 就是说穿他的鞋就很舒服 那我觉得在这一方面 他对于细节的把控 对 跟你这方面还是很稳和的 我非常注重和喜欢细节这个 我真的是发现掉了 那其实刚才呢 在你还没有上场之前 在我们直播之前的时候 一直是在放你之前拍的广告大片 那个视频 第一个拍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今天在直播间里面 其实大家很多人对那次的整个拍摄呢 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也印象非常深刻的 对对对对 那但是拍摄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一些细节 跟大家说一下 当时因为我本来一直就非常喜欢 演那种前后反差比较大的角色 对 然后在那个我们第一支广告片里 也演了像镜子里 镜子外 对 这么两面 当时也跟导演在商量 就是我们这边该怎么展现 对 那边接戏的人可是我自己 对 之前要想好了 对 这边怎么演 那边怎么接 对 在这个过程中 导演也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想法 对 尤其是镜中的那个人 镜中的那个人 性格有点 可能跟镜子 我本体这边 不但一样 差的比较大 对 所以可以有无限的一些想法 加在里面 对 我们就那个人物 加了很多东西 然后最后也选择了 比较合适的 嗯 折中的 然后剪出来之后 我就发现 我终于有一支广告片 可以展现我想演的这种感觉了 就里外是两个人 在自己对话 拍镜子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有创意啊 对 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通过镜子 就说你给真实的世界 世界的自己 还有很多的一些 着装的一些建议 对对 就是给他提一些意见 说你现在可能这样不合适 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对 你换成这样 对 给他提了很多意见 这还蛮有趣的 着装鞋衣服 哇 非常棒的一支广告片 对 那刚才说的 你是一个注重细节的 那我不知道说你今天到我们现场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说 这个现场的布置 现场是吧 对 有没有给你一些特殊的一些回忆 我刚刚看你在这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这个地方其实 我在拍那个照片的时候 我有一张照片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然后 一把椅子 然后旁边有一个算是小桌子 对 在那拍的那张照片 也非常的让我记忆深刻 对 而且我那个广告片的 后面也是坐在影子上 将那个鞋推给对面的女生 对 也是在一个椅子和桌子 这样的背景下 对 那我想跟大家说 其实这整个背景呢 是比较符合我们整个安慰的一个 这种的一个风格在这边 包括说我们今天在现场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椅子 包括说后面这些花的摆设 其实完全是一种 法式的插花的一种方法 所以就是说 它其实就给人感觉 就很浪漫 就好像就是 你看到这的时候 你就想到说 阿贵的每双鞋 每个包都给大家这种 很浪漫的一个感觉 在这里面 对 那我其实刚才说到 就是说 你身上的气质 我觉得有绅士气质 包括说你每次出来的时候 你的一些小细节 包括你看 你带那些 会把一些那种配饰 在胸针上面 那个也是很打眼的 我都非常喜欢 对 那我想跟你讲 就是在上一次的 深圳的活动的时候 当然我们那上次 叫天鹅秘境 对不对 你也去打卡了 对对对 那天这个活动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记忆深刻 记忆深刻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那一次呢 其实也是推出我们 Logic VV的 2022的秋冬的一些新品 对对对 那在你的印象当中 有没有觉得 那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一些单品的吗 印象深刻的有很多 乐福鞋 乐福鞋 运动鞋 运动鞋 还有我的这胶囊系列 我都印象太深刻了 我真的觉得你真的 我发现你是喜欢那种 就是阿威的一些 比较新的一些设计 对 对对对 这也是很多现在女生 会喜欢的修飾设计 对 像是那个 你说的那个什么 乐福鞋 乐福鞋 对对对 这个就是卖到爆款的 对 那还有刚才你说 切尔西鞋 还有运动鞋 这都很喜欢的 那我也说 我们今天整个直播期 真的希望大家 多多的互动起来 我看到评论区里面 真的很多朋友 已经在留言 我看一下都留些什么呀 真的是 都留些什么 国超超可爱 任佳伦 任佳伦 真的都在呼吁你的名字 你们可以 你们现在真的是可以 在直播间 姐姐现在在看手机 你们真的是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的 或者是想什么话 想对这个 佳伦说的都可以 大家就真的太兴奋了 我们现在 写旅的第一名 好 那关于呢 上一次的时候 我们整个的活动 在深圳 我们就说是 天鹅秘境 你还记得门口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天鹅 那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新品 包括说 那个整个氛围 是非常的火爆的 可能有些朋友 还没有感受到 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 感受一下 当天那个 非常火爆的一个气氛 好不好 来 看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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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姜伦你知道 在刚才的视频当中 可以感受到 当时活动的一个 非常火爆的一个 这样的氛围 包括说 当然还有阿威 很多的一些秋冬的新品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发觉到 我们其实每一款鞋上 都有个非常精致的扣 对对对 我当然观察到了 这是我们的经典 对 你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其实在现场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可以看到现场一个布置 我们这个地方呢 叫做方扣的博物馆 那其实这个方扣 对于 Logio VR来讲 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虽然我们第一双鞋的这个方扣鞋 也算是Logio VR的一个起源了 包括说你知道 今天这个整个主题也叫扣人心血 所以我们就是喜欢直播间里面 就是很多喜欢家伙的朋友也好 或者喜欢阿威朋友也好 我们今天想通过一个小小的一个 对你的挑战 算是一个小游戏 让大家从这个方扣里面 去了解阿威的一些历史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来吧 作为代言人来讲 好不好 挑战一下 挑战 好 大家可以看到呢 Linda现在手上 其实有一个托盘 这个游戏的规则 就是说 我的托盘上面有五个 不同的方扣 导演这样看得更清楚一下 对不对 这每个方扣呢 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名字 跟关键词 那身后呢 其实有相对应的一些单品 所以接下来时间呢 我就是 因为我真的说实话 这几个方扣 虽然都很美 但是你要把每个关键词 都说出来的话挺难的 我接下来就是要一一来考你 你觉得这样 好 就是我说出每一个的 方扣的名字来 对 就说实话 我跟阿威认识十多年 我都要做功课去硬背它 好 我们首先先说第一个好不好 这样 来 对 这就是经典方扣 还真是 就还比较简单 还比较简单 对对对 第一题都是这样的 对 第一个就是经典的方扣 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可以拿过来给大家 对对 来 欧能工作人员拿起来 我们可以说 这是第一双 我们Rodjovillia的方扣鞋 这个应该是大多数的朋友 认知Rodjovillia 或者说路购的 第一双的鞋子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双方扣鞋 印象非常的丰克 深刻 那这双鞋呢 其实我 我记得我很有幸 之前的时候去巴黎始装 就很多次 那其实有一次呢 我在Rodjovillia的店里面呢 我看到了这个 凯瑟琳德纳夫 那其实凯瑟琳德纳夫 是巴黎国宝级的一个演员 当年他拍了第一 有一部电影叫做白日美人 其实这部电影 很有名 在这个世界的影史上面的时候 他就穿了这样的一双鞋 对他那一代的人 可以说这双鞋 就是巴黎优雅的一个代名词 那他也是 一定就是那些 office lady的一个首选 直到今天真的 我就说那些直场女性 要说入手的 第一双的Rodjovillia鞋呢 就是这双的高梗鞋 这双鞋其实绷格有很多样 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漆皮 然后呢基本上很鲜艳的颜色 这样一个金属扣 那这个其实说 除了搭配西装以外 其实平时休闲也都可以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鞋款 好 第一双就是第一个方扣 经典方扣 你是猜对了 不是猜对 答对了 我说错 对对对 完全 这个挑战对我来说 还是比较容易 对你看掌钉截铁 那第二个 第二个是哪一个 这个 这就是复古钻扣 是吗 真的厉害 复古钻扣扣 我还想着说这个有点难 我就下面一个高难度的 对这个是 我们的复古钻扣鞋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来当然给个镜头 我们看一下 这个看到这个钻扣鞋的时候 其实很多女生都会觉得说 印象很熟悉 立马就有个画面 熟悉了 来来来来 帮我哪一双 开始找出来了 这边吗 对对这样写 对 其实呢这一双 就是我们现在 卖的最火爆的 这几年的切尔西的靴子 那就是秋冬里面 必备的一款靴子 对吧 你看整个这种漆皮 然后闪亮的这种钻扣 就我真的在街上 包括说在活动当中的时候 我无数次看到女生穿这个 就比如说 百搭 你像穿一身的那种裙子 又现在女生 我就不愿意闯到问题 她穿这个 包括说你穿黑色毛衣啊 牛仔裤 就休闲也可以 在龙凤的场合也可以 就是你搭一个这样 切尔西的靴子 再搭一个这样 RV的一个钻扣 其实就是你生活中 你是想象一下 秋冬衣裳里面 无论是毛衣 牛仔裤 连衣裙 大衣 牛仔裤 牛仔 包括说这个我们的皮衣也好 就是你所有的都可以 包括说你看 再让那个 对 这双也是 这双也是 那给大家一起讲一下 这就是小白鞋 小白鞋 就你刚才说的那运动鞋 运动鞋 印象比较深刻 我们统征的运动鞋 小白鞋 这也是一个 在日常生活中的话 大家很百当的一双鞋 很巧妙的一个 好 复古的钻扣 钻扣 好 就跟大家展示到此 那第二题呢 也答对了 好吧 我们再拿到第三个 我觉得接下来这三个 应该有点难 因为基本上 我觉得很多男生 看到这三个的时候 就眼瞒 他就觉得都一样 其实这两个 比较容易混 这两个有点容易混在一起 那你能猜 能说出来吗 这是花钻钻扣 花卉钻扣 我以前说了吗 繁星钻扣 真的厉害 东北钻扣 经典钻扣 我觉得现场是有点 掌声一下 对 完全答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 一一地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首先我们先说这个 花钻钻扣 对 花钻钻扣的这一双 这双鞋相对应的 对 就这双鞋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了 对 谢谢 我就有这样一双鞋 因为我觉得这双鞋 就是代表了 就这个很代表 柔绝威约原来那种 传统的优雅的鞋 对 因为你可以看到 是那种完全丝绸的 这种断面 然后 而且我们有很多颜色 就是买过阿威鞋子 女生都知道 我们其实这个断面的颜色 我们有这种 饱和率非常深的绿色 包括说有白色 然后这种玫瑰金的粉色等等 那就是 我觉得这个鞋 就包括说好多 你可以看到那些 无论是什么金球奖 奥斯卡典礼的时候 红地毯上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明星 你去看他那个 穿晚礼服的时候 脚上一定是有一双 阿威的鞋 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个 壮扣的鞋子 因为他搭晚礼服 就很好看 像黑色 对吧 就经典的 我们穿晚礼服 那像是一些 像是白色 或者是粉色的时候 就很多女生在 面对自己重要的人生 时刻的时候 也会选择这双鞋 去陪伴自己 对对对 然后在这儿呢 当然其实那个 虽然你是我们的代言人 但是可能对女鞋 林达姐 可能要比你认识得多一点 我在这儿多说两句 因为你知道 我们这个花卉钻口鞋 其实它的那个鞋的公分 也不一样 你知道我觉得有机会 有机会我觉得 如果说我们可以去巴黎 一起看秀的话 你可以感受一下 我真的真的觉得 在巴黎女生 穿Logiove的鞋子 你见过那种 穿Logiove的鞋子 见步如飞的感觉吗 就跑场子 看秀 就一般来讲的话 这种穿高跟鞋 女生是跑不动的 但是穿Logiove的鞋 像这一双 比如说我们有4.5的 这双应该是6.5公分的 4.5公分跟6.5公分 我跟大家讲 你绝对穿的脚不会累 所以它穿起来 我们其实这种的鞋子 你有三种的身高 就是三个不一样的鞋 跟有4.5公分的 6.5公分 还有10公分 完全是可以根据 大家自己的这个身高 或者你的需求 去选择你想要的鞋 所以这个鞋也是我们的 就像你刚才说 3号的是我们的 钻扣的鞋子 花卉的钻扣 然后花钻钻扣 花钻钻扣 然后就说到 花卉钻扣了是不是 对 再说到这个花卉钻扣的时候呢 要说一下这个灵感 这个花卉钻扣的灵感 其实是来自于巴黎的花园 所以它的寓意呢 就好像说 把一束花 送到一个女生的面前 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鞋子呢 就是我觉得女生 穿在脚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是说 真的有一种 就是被宠爱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你很厉害 你换了多少 你能告诉我 你换了多少时间在研究吗 就这两个 真的是很容易 被男生会弄毁掉的 但是它确实有自己的一个特点 你刚刚不是说 也像那个巴黎的花园吗 对 所以它这个花卉的设计 就跟那个感觉 就很好记 不过从这里 我可以看出来 人家人应该的记忆力是很好 你算 看记什么东西了 像什么优秀的产品 我一定能记得 但你要背台词的话 应该也很快吧 就属于那种 算是背得记得快的那种 应该是 还不错 看得出来 对的 那说到这个 4号的方扣以后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说一个 你刚才是5号 繁星 我觉得它应该有记忆那个点 就大家你会看到 这个好像是 天空中这个繁星一样的感觉 这个其实是在你的身后 这边这双 对这一双鞋 不好拿 也可以拿照给大家看一下 这其实就是 很多女生会很喜欢的一双 平底鞋了 那就是 身边就用繁星的这种钻扣 所以在生活中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职场 甚至就是有些女生说 你知道很多女生 也有跟我讲的 就是穿不了高跟鞋 绝对穿不了 但我们的安慰呢 就真的是可以很贴心的 为大家去设计 就是无论你是平底 这种小跟的到高跟的 就各取所需了 对 所以这双鞋 就是我们也有不同的颜色 这是一个繁星的鞋子 就是你在灯光底下 阳光底下 夜晚的时候 它真的是非常璀璨的 而且整个穿起来 鞋底就是很舒服 好的 忍不住多看两眼 忍不住多看两眼 谢谢 真棒 真棒 把它再放回去 好 那我觉得这个 陈伦这个真的有点难不倒你 我现在很轻松的 就说出无款 这个很经典的 不敢这么说 怕后面万一 我说太容易的话 后面再来一些比较难的 对 那我觉得就是说明说 你其实作为我们代言人 是非常负责任的 谢谢 应该的 功课也是做到的 虽然这五个方扣里面 大概有四个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吧 但是你也都是 就是鲁鼠家增 说不定未来会在 跟我有关系的这些产品上 设计上 有可能 对 那先说到第一个吧 我觉得前面有四个 是跟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 但第一个这个方扣 知名的 这个还是有的 然后说到 其实到我们这个 说到刚才那个五个方扣都说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解锁到 今天晚上的直播间的主题 就是阿威的首个 胶囊系列 胶囊系列 就是因为有你 太神仙了 才有了胶囊系列 对对 那方扣樱花的 Morogram的胶囊系列呢 我们可以先欣赏一下 因为我们先欣赏一下 这个江润哥 我们拍的广告单位 好不好 来 延续法师优雅 竟在方寸之间 延续法师优雅 竟在方寸之间 延续法师优雅 竟在方寸之间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呢 大家看过 刚才江润最新演绎的 胶囊系列大片呢 这款的胶囊系列呢 也是由我们品牌的 创意总监 格拉多 这个费多尼先生 以标志性的金属方扣 为设计灵感 重新带来的一个 非常摩登的一个气质 就是跟原来的一些方扣的鞋 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对 那我就发现说呢 江润可能真的很喜欢这双鞋 因为上次 就像你刚才之前说的 在深圳活动也好 今天也好 包括日常生活中也好 都很喜欢 为什么这双鞋受到 佳伦的这么大的一个青睐呢 我们这样 接下来的时间 仔细地来看一下这双鞋 好 其实呢 有时候看一双鞋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认真的 去感受一下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双靴子的一些细节 好不好 来给大家看一下 侧面 对 非常棒 对 这双靴子呢 是方扣印花和品质的 一个拼接 然后这个靴筒的高度呢 其实也很合适 然后鞋顶呢 也很别致 所以这几年 非常流行的一个 坦克的厚顶 那其实这双鞋这样看过来的时候呢 我想问一下 佳伦 因为很多朋友看起来会觉得说 哎鞋子底有点厚啊 好像 会觉得是不是很笨重很沉 对 但其实非常轻 走路一点 我会觉得不舒服 对 非常舒服 这是我非常喜欢它的其中一点 而其他的就是不用说了 造型非常好看 造型好看 我们这些方扣的设计 来给大家看一下 包括它的配色 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喜欢的 然后非常的百搭 百搭 你看我穿风衣啊 穿西装 风衣西装 其实你穿什么样的风格 都能打赏它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马丁靴简直就是 是不是为我量身建设 没有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就是刚才 佳伦也说 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双鞋 它非常轻 大家可以 如果需要的话的话 可以去电影试一下 单手就可以放下来 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厚重 然后其次呢 就想跟大家讲一下 阿威的鞋子的 每一双我刚才说过的 它是根据人体工学 来设计的 所以你知道吗 它这个厚度 它这个包括说 我们底部的 这个整个的鞋底 它都是用一些 高科技的一些材质 所以你觉得穿起来 会非常的舒服 然后这双鞋呢 最棒就是 它是男女同化 所以其实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们的创意总监 在加入阿威以后 做了一些很大胆的 一些突破 它包括说 第一双的男生的那种的 绅士鞋 对吧 对对对 皮鞋 然后包括说 这种马丁靴 这种马丁靴 其实就很酷 男女生都可以的去穿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要在生活中的话 你像刚才说的 风衣 大衣 西服 对 包括今天你就 很简单 我今天穿的也很休闲 衬衫 很放松 对很放松 但也同样可以搭上 对的 然后呢 但其实说 对于女生来讲 也是一样的 就像我刚才 林达姐说的 最基本的 牛仔裤 配个毛衣也好 包括说女生 喜欢穿那种皮裙 A字裙 对吧 然后这种长款的毛衣 等等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 所以就是 这一双鞋 哪回去的话呢 就是很百搭 其次你看 能看到一些细节 细节 在我这一面吧 对在这儿 在你这儿 对RV的这个 胡雕 对 对有个阿威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标识 这种细节 真的很打动人 等等 我真的觉得说 这个就是一个 怎么说 一个经典品牌 它的细微之处 就是在于说 它不单单说 这个整个鞋子 设计出来 让你觉得说 会非常的喜欢 它在于每一个 抠到的那个细节 你看我们的这个皮质 包括说你看 它这种的衔接 是 对吧 这种交接处 然后这里面你看 我们是 导演给点近的镜头 我们这其实还有一个 很非常低调的 一个 阿威这样的一个 印瓜 等等 这些都是 小的这种 阿威的这种印瓜 包括这种老瓜 这样的一个 这种设计 都是大家会很喜欢的 所以这一双鞋呢 我要重点给大家讲一下 是男女同款 好不好 是很喜欢 好 其实我们这一切呢 这一次的 招男系列里面呢 可以讲 假如你来了以后呢 第一个的 首个的这个 招男系列 我们单单是 我们有三件 一个就是马丁薛 还有就是我们这一块 棒球帽 棒球帽 还有手机包 那这款棒球帽 我看你私底下 有戴过好几次 甚至在一些 观察的真的很多 有 我都很喜欢戴这个 棒球帽 解决了我所有的需求 怎么说 所有的需求 对舒服 然后帽形也好 然后它又好看 百搭 各个方面都非常的重要 对 没法说 对 这是我的帽子 对 就是你的帽子 是不是 我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帽子呢 将来可以转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还有一些细节 比如这里 我们就还有一个 为了这样经典的 一个方扣 那像这个帽子呢 就像刚才说的 男生戴起来 其实我有几次是看到你 穿那种什么 大衣就那种 被学生夹克 对对对 戴那种半球帽 也有 卫衣 卫衣也有 也有 对 都会 都可以 都可以 对 然后包括说 我看到 其实男生穿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女生 有时候穿跟男生 相似的衣服也很好看 现在我觉得女生 比如说你戴一个 半球帽也好 对 然后包括说 就是穿一个那种的 卫衣戴个半球帽 甚至就是那种的 像是毛 大毛衣 大毛衣可以 对对吧 红衣毛 那种皮夹克等等 都可以 然后小小的一看 就是这个 方扣了 这样的一个标识 所以这个帽子 而且就是对女生来讲 它其实还有点好处 比如说女生不化妆啊 这个央蛇帽啊 这真的可以 折到好多地方 你脱口红就可以了 不化妆也好看 对 还有脸色还比较小 不化妆也好看 女生不答应 好 答应 来我们再来看 好 第三个 手机包 这个手机包 我觉得你是不是 可以跟大家介绍 因为我知道你很喜欢 这手机包简直就是 近可能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单品 怎么说 就是方便 首先以前 就是大家可能很少见到 有手机包这种背在身上 尤其男士 而且根本就没有手机包 没有手机包 然后它的大小里面 其实它可以放手机 或者是你平时出门所带的卡 对 也就是我们出门所带的一些 00333的所有东西 都可以装在里面 对 那给大家看一下 多贴心 其实在这儿呢 我们就有做了一些卡包 卡带的一些设计 而且还不止一层 有三层 就觉得你的银行 家里面那个卡 就差不多了 对 然后里面装手机 里面装手机 甚至你可以放点 简单的一些东西 也可以放里面 无论你那个手机 可有多么庞大 对 你都可以放进去 对 对于女生来讲的话 其实有时候 你还能放一只口红 甚至那种粉饼 你就简单的东西 都可以放在里面 然后我在这里 要跟大家看一下 这些细节 这个要让你保险 给个近的镜头 大家可以看到 谢谢啊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 叫limited edition 就是这一次的 我们的限量系列的意思 这个其实是 算是我们的 胶男系列 是第一次的 首次胶男系列的 一个仪式感 可以这么解释为 是专门 真的吗 首次 是专门 为你设计的 太荣幸了 然后说到这儿的时候 因为三套嘛 就是我们的马丁靴 还有帽子 还有就是我们的 这个手机包 其实我们这个 整个的现场系列 非常有限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接下来呢 就是既然这个 既然这么喜欢 我看你马丁靴 已经穿了好几次了 对 你今天背这款包 要不然你就是 把那个 来个现场 怎么说 三连拍吧 三连拍什么 包吗 包啊 你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可以 我觉得你拍大片 你要不然在现场就 给大家展示一下 拍大片怎么拍 哎 我跟你讲 女生可能会拍 男生拍片 我看你拍出来 每次大片都很好看 老师我非常喜欢 这个手机包 对 你会想鞋背对吗 对 我非常喜欢鞋背 我有时候会背在后面 会背在前面 对 好 第一个 第一个 我觉得 我让开 我让开 但是我可以 跟大家讲一下 真的 这会儿大家赶紧的 在直播间里面 就可以截图了 好吗 嗯 对 第一拍 好吧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动作 好吧 第二拍 第二拍你说 你想一想 哦 OK 稍微的 我们 头 摆动的一个姿势 好 第三个 可以放到后面 真的 你可前 截图 成功 可以作为手机的壁纸了 太多人喜欢你了 嗯 那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可以打开我们的购物车哦 往下面 直接下单 那限量的 交流系列的数量呢 是真的是非常有限 喜欢大家 这个抓紧一下时间 最后一个呢 什么动作 三个了已经 我 我都没有看到了 好 已经 他要把他带走了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刚才在跟大家说到 这个整个的 我们的规则的时候呢 基本上 基本上我就错过了第三个 你摆牌 当然没有关系 我待会会去看你那个回放的 对 看看大家截图 到底有没有那个 截的是最好的一个 那个那个人物状态 跟角度 一定可以的 我摆的时间还挺 好 在这呢 我还跟大家还喜欢讲 就开头的时候 我们直播开头 有跟大家预告 说我们这一次 因为是我们 Logio VBA的第一次直播 嗯 严格意义上来讲 是全球的第一次直播 好 所以我们这一次送出的礼物呢 其实是一次特别去订做的 一个笔记本的礼盒 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来笔记本了 这个我知道是你喜欢的 是吗 你怎么知道 我们刚才聊过天啊 你不是跟我说的 对 因为我觉得关于这个笔记本 这是你签名 对对我签名 对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次呢 这个笔记本 要不然先打开来 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们这个礼盒 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次 大概是为大家订购了 200本 那整个的 这样的系列的 这个笔记本的系列礼盒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比如说 今天购买超过 10,900元的订单当中 包含一款 娇蓝系列产品的 可以获得这特别的礼物 我们准备了200份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那张罗 你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 对有三本 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你会比较 就是说到笔记本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你会很喜欢 来 首先我是觉得 现在很少有人 在用笔来 记在本子上很多事情 或者来记事啊 哪怕记一些 自己比较喜欢的句子 哪怕画在上面一些东西 很少有人 做这样的事情 那其实我们 小时候的时候 对 我们经常需要一些 需要一些专属的笔记本 对 比如说就是 那本笔记本 比较特殊 是因为它 专门写了什么 画了什么 在里面 就有比较重要意义 对 我以前还把那个 有一个本子里 记的是 全是我的歌词 是吗 就不同语言的歌词 都记在一个 本子里面 本子里面 对 然后每次那个本子 就是我的宝藏 然后装着它 因为那是我的 我的那个 感悟 吃饭的家伙 灵感 对 因为你当时 要背过的歌词的东西 都在里面 包括你自己的一些创作 对 也在里面 然后 再不用说 你看这些配色 对 包括它侧面的 这个金色的这个边 对 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喜欢的一些细节 而且还有一个 非常契合的点 是我后面有一首新歌 对 和这个笔记本 也有一些关联 是吗 对 所以我就特别的 喜欢 对 这个本子 对 当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我都惊叹了 我说是 为你灵制 RV知道我的创作灵感 还是怎么 没有 我跟大家讲 我真的觉得 刚才其实在聊天的时候 我觉得 嘉诚说的这个话的时候 很触动我 我记得 我觉得现在就像你说的 我们可能看手机的时间太多 对 太多了 但其实是我 小的时候 我其实是有写日记的习惯 然后我那日记本 我每天写完以后 而且有时候会把一些什么 看到感悟 那当然是小时候的 明白明白 感觉比如说什么 片落叶什么东西 放在笔记本里面 然后我其实把 当年写的那些笔记本 因为是以前的一些心得 我都放在那边 就比如说我自己 难过的时候 或者是什么 鼓励自己的话语 很多年以后 我再拿出来看的时候 我翻开 有时候我觉得说 原来当年自己 还有那么可爱的时候 找到 真的会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 如果大家有这个笔记本 我真的觉得是说 你不单单说 可以记录一些 自己的一些感觉 尝试的一下 对对对 或者说就像你说 你喜欢的一段歌词 是的 或者是说 哪怕你看像我爸爸 我爸爸有一个 非常好的习惯 就是 什么习惯 还有非常多本本子 是吗 有本子 非常非常多 它里面都记载什么 它是每次看到的 比如说报纸的书 或者是 是有你的那些报道 不是不是不是 它就是报纸书 或者是听到了一些人 说的话 包括电视里演的东西 的好的句子 它都会抄下来 金句 对 金句都会抄下来 说得很棒 而且它都能背读 没事它拿出来还看 对 然后都变成了 它自己的知识量 我真觉得你可能 这方面有点耳无目 对 然后我还跟他说 说一下 在三本的这个笔记本 我们作为一个 我们的一个礼盒以外呢 这里面其实还有 嘉隆给大家写的一段 怎么说 祝福 还有他自己的一个签名 电子的一个签名的 一个祝福卡片 也会一起的送给大家 我可以读一下吗 可以 好 与你相遇的日子 都值得被记录 愿陪伴你的每一个 春夏秋冬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棒 就是 陪伴你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对 都值得 就是你觉得相遇的日子 就相遇这个日子 你会觉得是说 就是生活中的 所感所悟 这就是不一定说是什么 相遇已经很难了 茫茫人海 全世界这么多人 对 相遇已经很难了 在家里陪伴 对 所以你就觉得 这个是很值得珍惜的 对 非常值得珍惜 概率多么小的一件事 是 对不对 我觉得这点 真的今天家伦给大家 很多一些偶像的正能量 我觉得就是 有的时候 可以真的是放下手机 或者是说 不需要看那些 很虚拟的东西 你反而去记录一些 那你生活中的 所见所感所入 然后把它收集下来 是的 这个可能很多年以后 你会放开看 它会成为你很珍贵的 一部分的东西 你可能记在手机里的 备忘录里的东西 和用手写在本子上的 感受不一样 就变你写错了 你可能涂掉的那个地方 都会成为你的一个回忆 真的 这个点 你看又是细节控 我真的特别喜欢 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们今天呢 有一个独家的福利 就是我们将人提前准备了 十本的这个 有签名版的礼盒 我们会分两次的抽奖 送给大家 其实每一次呢 就是我们会抽出 就每次抽奖 我们会抽出五位的 这个直播间的粉丝 但也希望大家 多多的关注我们的 LogioViva 包括说今晚直播间里面 都会给你点赞 都会支持我们的人家人 好不好 首先呢 我们今天先开启 直播间的第一轮的 一个福利的抽奖 好不好 接下来呢 我就希望家人们 你的这个粉丝们 取的名字的很好 家人 家人 对吧 但是就是你的名字里面 后人心弦 然后就是家人 你的名字真的很巧 家人是我选的当时 选的 我选的 就是谐音特别棒 家人 好吧 就是我们今天就在 评论区里面 就是扣人心弦 好不好 现在我想问一下 导演有没有刷起来 扣人心弦 参与我们的互动 好不好 我要看刷起来 就扣人心弦 你今天其实在 我们的直播间里 主题都能找到 刷起来的以后呢 我们就 截屏 对 截屏 抽奖 还有刷起来了吗 还没有呢 我们现在赶紧让它刷起来 它可能有点严实 你一方面有点严实 另一方面可能 很多朋友就是 还在打你的名字 对 谢谢 扣人心弦 对 好 我们刷起来的时候 开始吗 有刷起来 有没有 等一下我们看有点延迟 嗯 有一点点 哈 可以 好 来 不 你就帮我们 来 你来 我来说三二一了 好 好 来 三 二 一 好的 那我看到了 这几个都有 那是这样子 我跟您说一下 我们其实这个呢 呃 大家就是截图 我们其实这里面呢 待会儿的时间 你只要把这个截图 跟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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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截图 发到我们的 官方的这个 直播间里面 就可以了 好的 对 直播结束以后呢 找到我们安慰的天猫了 官方的客服呢 就是收到你的这个 呃 你说发送的这个信息 我们就会把礼物送给你 好的 谢谢大家 嗯 对 哎 有 就有了 好吧 谢谢大家 好 说了这么多 我们刚刚已经 呃 一开始的时候 先 弯过耳之心一下 一开始我们其实是 聊到刚才 最早的时候 我们聊到一些品牌 包括说 聊到一些 你自己的一些拍摄 嗯 然后聊到了我们这个 方扣 这个博物馆 然后又聊到了这一次的 首次的这个 我们的胶囊系列 嗯 接下来呢 我们秋冬的时候 怎么会少了很多 就是印花的元素 因为印花元素 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是 所以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胶囊系列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 更多的一些 印花的新品好不好 来 好 延续法师优雅 竟在 方寸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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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继续回到 我们的植物间呢 现在呢 我们所在的地方 又是我们的 方寇的博物馆 然后想问一下 家人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一次来到 我们这个 方寇的博物馆里面 所有的地方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说 所有的产品 有哪些不一样的 焕然一新 对 这里面有多了 非常多的 可能我平时比较 少见的 不用的 我有使用的 有使用的 渔夫帽 是不是 好 来来来 你让你把渔夫帽 先拿下来 渔夫帽先给你 你喜欢 对对对 渔夫帽 好 我真的觉得说 就是将来还是 非常细心的 到了这个 我们这一轮呢 其实基本上 就刚才我说的 我们这一次 一些印花 也就是所谓一些 老花的一个系列 然后呢 刚才我说 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 你第一天就推出了 这个渔夫帽 为什么会 我最近不是 像那个 之前的一些时间 我都有在 那个练舞蹈 连舞蹈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 是戴棒球帽 但我最近 差不多半年 多一年 我戴了很多渔夫帽 我觉得感觉 是不一样的 什么感觉不一样 很显我的轮廓 所以男生 也有这样的 也有这样的感觉 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他特别 显你轮廓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执念 觉得特别气负 特别气负 所以我当看到 二位也出了 这个渔夫帽的时候 我说 呃 是我喜欢 此刻在合适的时间 让我发现了 这个渔夫帽 所以我刚一回头一看 发现了 我同爱的 渔夫帽 对对对 还真是啊 其实我跟很多女生 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就说 渔夫帽 简直就是一个 瘦脸神器 是 因为他真的 就我今天出了 这个马尾 就他戴进去的时候呢 他正好这个 边边沿沿 他就把你整个脸 然后你就只剩下 一个尖的一个下巴 对 所以就像你说的 很显轮廓 非常显轮廓 然后翠秋说是瘦脸 对 也可以 然后就 趁提提脸很小 你就巴掌脸 对 所以就是 而且我们这个呢 就是一些经典的 一些老花 然后在帽子中间 大家看到 还有这种的一些 帮扣啊 所以说我觉得 在秋冬里面的时候 我就会加了 很多的一些 时尚感 因为你知道 其实秋冬的时候 大家都一样 选择的衣服的颜色 基本上都是那些 黑灰白啊 咖啡色 常规色 常规色系 大地色系 包括说大衣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 衣衣也好 你们可能会喜欢 比较喜欢一些 纯色系的穿下来 所以比如说 你其实在这种帽子 或者在包上面 有一些色彩的时候 点缀它 然后你就觉得说 很有时尚感 然后就第二个 就是这个的 托特包 对的 这个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可以装一下 非常多的东西 你拿一下轻不轻 非常轻 肯定很轻 没有 我跟你家人说一下 其实这款 羽服帽跟这个托特包呢 它其实是一套的 但它其实就是 也比较中性啊 它其实是男女生 都可以的 然后像这个 我就觉得说 你要说 在横店拍戏的时候 装很多东西 你平时出勤的话 你提便 你看装个多少 十几本笔记本都可以 对 十几本笔记本 比如说去购物的时候 会怎么样 都很方便 对 你买的很多东西 包括你的iPad 手机 手机 都可以一下子放进去 而且它里面 也是有一个这种 小口袋 对 小口袋里 你可以放一些 四个的一些 小件的东西 可以和这些 其他的东西 分开了一些 放的地方 对 它容量特别大 对容量特别大 真的我真的觉得说 其实有些女生 就是无论是 逛街也好 买东西也好 像这样一个小包 它真的是 能拿很多东西 很随意 配一个这样的 女服帽 其实你就想象了 那个画面 就穿一件 那种黑色毛衣 牛仔裤 对吧 然后戴个余服帽 戴个我们这种 特特包 后面或者加大衣 就时尚感就出来 对对对 就真的是很棒 我想问一下 其实你要 拍戏的时候 你要去片场 你是不是真的 包里面也要放很多东西 我肯定会放很多 那不知道剧本 也要有放 剧本 首先那个剧本 有的时候可能 五六七本 这么厚 你要把所有的都带上 都带上 有的时候 片场要被台词 它突然间 可能我们聊到 比如说演四集的时候 说可能三十集 那个时候 说了一句什么话 我这个时候 怎么怎么样 它去翻的是吗 对 如果有人忘了 就赶快把三十集剧本 拿出来 放确认 然后再去拍 天哪 你们这个 所以你都要带好 平时工作的所有东西 包括说 里面有时候 放点水啊 零食啊 等等 零食 有的可能会 自己带了一些吃的 包括一些 你们各种笔 笔 然后书签 对 都有 都有 小小的一个 托特包里面 我们基本上 就把这个 装下了工作所有的东西 对 它在片场的生活 你们就可以看到 一个折射面 对 你想想看 工作也是很辛苦的 很烧闹的一个工作 背那么多台词 而且就是这场戏 可能搭的那个场景 要想到上场戏 对 在之前的戏 你没说过什么话 对 你要前后串起来 串起来 对 然后包括说 你时间里面 要喝水啊 吃点零食啊 等等 这些都可以 iPad 都要放进去 好 那你看到现场 你还有觉得哪些是比较 你第一眼看到 会很喜欢的 首先是马丁靴 又马丁靴 马丁靴真是拿工啊 最爱 这个乐福鞋 乐福鞋 这双鞋 其实我真的觉得 一看到的时候 其实今天说实话 我觉得就是 佳伦今天这一身 比较适合我是吧 比较适合 也非常的 因为他其实就是 给导演给了镜的镜头看一下 他就是一个这种的老花 对 而且他是方部的 他不是漆皮的 所以男生穿这种 方部的这种老花鞋的时候 你会觉得会一个 低调的奢华 然后其实像这样一个带钻的 他其实中性 他不是那种 花卉的那种钻扣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中性的扣 就是这种的扣 很闪耀 就是有时候 你穿那种西裤 男生的时候 截出一点面来 他其实还 特别好看 特别的好看 而且这双鞋 基本上呢 也是一个 一鞋男球 男女同款 就像我 我见到这种乐福鞋 我基本上 我其实已经有 他们家 那个漆皮的了 像这个方部拿到 我就觉得爱不释手 因为我真觉得就是 像穿那种女生啊 你穿那种百折裙 下面穿个袜子 然后你穿个这种乐福鞋 球鞋 包括裙子也可以 像其实今天就 也非常百搭 即便我换上乐福鞋 他也是非常百搭 我真的今天就换你 这边 你这么换 你就是导演 给个竞争镜头 就是我觉得像全身 就是像佳人 今天穿西裤 配这个 这个衣服 其实我就觉得 你配一个竞争乐福鞋 是 也OK 实际上是很合适的 可以放回去 然后你刚才说 这个马丁靴 马丁靴 又来了 对又来了 这一款呢 真的我就觉得说 要是说 这款是比较偏女生的了 就刚才那一款 就是因为是简单的 一个帮扣嘛 对吧 是我们的胶男系列 实际上是男女生同款 但这个加钻扣的 就这个呢 我觉得 当然男生也可以 但我觉得可能 女生来讲的话 会更喜欢这种 更适合女生 更适合女生一点点 对 像这个马丁靴 就不多说了 刚才一直在说一些 我们这种 穿搭的一些技巧 对 那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呢 就这个芭蕾舞鞋 芭蕾舞鞋啊 我也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第一次见到 这样设计的芭蕾舞鞋 对 因为你可以看到 整个鞋型 包括就前面 这些整个鞋型 就是很像一些 芭蕾舞女生 跳的时候那种的 小的那种平衣 没有人会拒绝它吧 没有 我跟你讲 我们的这个芭蕾舞鞋 大概有一个 我们就用老花的一个颜色 我们大概有两个颜色 我们还有一个是 那种漆皮的一个黑色 基本上呢 这双鞋一拿出去的话呢 就有多少双 就没多少双 因为这双鞋 其实很代表 芭蕾舞女孩的一种 穿衣的风格 其实芭蕾舞女生 穿这种芭蕾舞鞋的时候 他们真的有一种 就是酷眼的话 他们打一个反叉 比如说他们可以穿 那种牛仔裤 然后上面穿毛衣 我们就穿一个 这样的芭蕾舞鞋 没有问题 甚至你就穿那种 吊带裙 对吧 那种小的那种吊带裙 那种裙装长的 然后你穿个芭蕾舞鞋 外面穿一个那种毛衣啊 是那种外套啊 夹克啊 劈起来啊 它就会都很好看 那你像这种米色 会比较是 浅米色呢 会比较说温柔一点点 对吧 那还有我们这种经典的黑色 黑色就是 非常非常的好卖 其实就根据 那个衣服的颜色 对 经典的颜色 就是 因为它穿起来 就是很少女的感觉 在这里面 除了芭蕾舞鞋呢 当然就还有就是 我们这种中筒靴 这双靴子 对 其实这个靴子呢 百搭 也是百搭 真的 对 就Linda今天这一身 对对对 其实我脚上这双鞋 也是这个老花的 对对对 看到了看到了 对 我给大家看一下下 Linda其实今天穿这双呢 它其实这边还很棒 它有设计 是有弹性的 可能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到 它不是那种就是说 因为有的时候你穿皮 然后说你穿到中筒靴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包着脚 甚至有点时候 割皮肤 但这次我们设计的特别好 它有点带是袜子的 你看到没有 导演在给这近的镜头 所以他其实穿在转身的时候 你就觉得一双 很舒服的 很温暖的袜子在包着 然后前面有个这样撞口 所以我自己来讲 我特别喜欢 非常酷 非常时髦 很时髦 就今天有穿一个西服 摆车裙 然后就什么样都可以 AC裙啊 短裙啊 那种大的喷喷裙啊 等等啊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那说到这个中筒学就一样的 也是很酷的 酷 酷 就是说到这个安慰的时候 就是每次一说到 说到这么多的时候 基本上 很多女生都想说是爱不释手 嗯 就每一双都想录那种感觉 没错 没错 聊到这么多呢 哎 又到了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了 就是说 最后了 这个福利的一个环节 还是要跟大家说讲 我们今天晚上刚才有说 这个 怎么说 我们第二拨的福利 我们有这个 人家人亲笔签名的 我们的笔记本的礼盒 最后五封 好不好 好 我们想说 最后有五份要送给大家 然后现在还是在评论区里面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先刷起来这个扣刃清旋 好不好 扣刃清旋 我们参与互动 好不好 对 当然我觉得 如果有些朋友 就是觉得我还是很喜欢 人家人 我就要写人家人名字 也可以 我们再看一下 嗯 好 好 看一下五份 有没有刷起来 前五位的小伙伴 对 哎呀 等一下 你先刷起来 我让人家人你要在现场 你可以喊 三二一 三二一 好 我们要准备开始 是由我来是吧 由你来 好 来 三 二 一 停 再来一次吧 我觉得我们工作人员 可能速度慢一点 你准备好了吗 好 来 你再一次 三 二 一 停 因为我们这直播间 在现场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好 我们看一下 哇 简直就是 还给你刷礼物 好 那还是 这几位 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然后还是 大家到时候呢 把这个 评论区的这个截屏 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然后呢 我们就请工作人员 通过你 哎 我们的工作人员说 因为只有两份 再抽一次 对不对 再抽一次对吧 再抽一次 好 因为刚才就是截屏的时候 我刚才看到了 因为只有 好 三个人 好 再抽一次 因为把你的名字 再写了三十遍 好 来给福利 来 好 好 开始了 三 二 一 停 好 好 又有两位 什么魔王孔 我是一条 我是一条小小鱼游 好吧 来 恭喜这两位 大家其实只要写人家人 名字写一次就可以了 刚才为什么只要再抽一次 因为每一个朋友 你看一下他写人家人 大家要写十遍到二十遍 所以占据了这么大 这个空间 所以我们最后节评的时候 好像看到好像好多人 就看到只有两个人 对 两三个人 那这个正好两个 加上次三个 我们一共是五个 好 恭喜这五位朋友 好 那直播间到现在呢 已经是接近尾声了 我觉得就是跟你聊天 很快 弟弟 是吧 就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一开始我就想刚才说 我们刚刚见面 寒暄了一下 哎呦我们在深圳刚刚见面 对 然后还没有聊两句 就来到直播间 就来到直播间里面 考你呢 也没考到你 五个方寇 你如数家珍 一下就说出来了 说到Mortal Gram 其实你 这个我们全新的一个 印花这个系列里面 你又都很喜欢 基本上日常生活 就都在穿搭 然后转眼又到我们 这个秋冬里面的印花 然后就结尾 大家觉得时间不够用 对吗 但是还是要说一下 很愉快 谢谢姜仁 这个百忙之中啊 还是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 也感谢直播间 所有的朋友陪伴 在最后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对你的家人民说的 呃 就感谢大家的喜爱 也感谢大家对于 二位的支持 嗯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 越来越要变冷的 这个天气里 要注意保暖 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对 好 那也谢谢啊 再次感谢这个姜仁 也谢谢我们直播间 所有的陪伴 那也希望大家 先让刚才姜仁说的 继续一无尽管能够支持阿威 在阿威陪伴下呢 演绎出自己的一个美丽的风格 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阿威真的是给大家带来很多美好的一些希望跟愿景 就拥有它你就觉得心情很开心 是的 当然呢也希望这个 姜仁你刚才说的新歌对吗 新歌 还有新的电视剧 新歌 马上就出来跟大家见面 那时候呢 多多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会有直播见面 好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剧 好 新歌 好吗 好 那直播间的朋友 先跟大家说拜拜了 拜拜 再见 下次再见了 have a good night